被骗结婚后 你的老婆每天都在诱惑你 这种生活真的顶不住啊 27岁的林为了躲避催婚 却则跟出高中同学李清阳假结婚 但是他竟然穿着睡衣 掀开衣服 让你漏漏肚肚 还问你漏肚 乱吧 两人现在有名无识 但李清阳相信 迟早你会爱上他的 爱在一点异地里 他一定会让你动情的 学生时代有两大催眠课 语文课和英语课 但李清阳的语文课却很少有人睡着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长得太好看了 是连女生都喜欢的那种 而学生们都对美女老师很八卦 尤其是情感方面的问题 更是恨不得拔个干净 而李清阳也毫不避讳地在课堂上 用文艺形式去描述他对爱人的痴心 此时相忘不相闻 愿逐月华刘赵君 这时一同望着天上的月亮 却不能传递阴性 我希望随着月光流去照耀着您 老师也总是希望随着月光 去照耀着自己的丈夫呢 咦 把你的同学都抹出了 被狗粮喂饱的嫌疾表情 但同时男生们也都开始羡慕 李老师的丈夫 所以把李老师拐回家的狗男人 到底是谁啊 与此同时 在图书馆工作了 你已经打了无数个喷嚏 图书管理员实在太清闲了 每次工作都是一睡一下午 随着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 通文字息开始了 也就不会有人在图书馆看书了 到时候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请问一下 下班一起回家吗 这本书在哪里 哦 这本书在 你突然觉得不对 有这本书吗 抬头一看 李清阳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看着温柔轻笑的李清阳 你只觉得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是不能原谅的 这姑娘长得是真的好看 见你愣神了 李清阳有点霸道的说道 下班一起回家吗 你下意识地回答 好 俄伦从学校走出 因为离居民区很近 又正好是饭点的时候 各种饭箱飘来 其家在做麻婆豆腐 那家在做葱包炒肉 你这个吃货一闻 就知道各家在做什么 李清阳突然问道 我每次在厨房做饭 你都能闻得出来吗 那当然了我是谁 看来你很期待 我给你做的饭呀 这话说的 那你没办法往下接 知道过了好久好久 你才悠悠地说了一句 你做的饭挺好吃的 李清阳明明听到了 但却故意调侃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你傲娇得要死 跨了一遍就不会再跨第二遍 李清阳仿佛很了解你的性格 因此也没有再强求 结婚后 我们还是第一次这样 在外面散步吧 我们只是行婚 这种夫妻之间的日常 没必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可是朋友之间 三个步好像也没什么吧 你突然牙口无言 李清阳望着不远处的学校 总觉得回忆浮现在眼前 记得上学的时候 我脑在头踢口碰见你 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了 本来我觉得没什么 但是碰的多了 我都对你有印象了 听你这么一说 李清阳先发智人 你是不是暗恋我啊 所以脑在头踢口 故意跟我装偶遇 被李清阳打去的你 很自然的脸红了 最后只要提起 喜欢爱之类的话题 你就比平常都好敏感 我暗恋的是什么 你想多了吧 凭什么老相遇就是我暗恋你 说不定是你暗恋我也有可能啊 你不敢赤裸地怼了回去 本有李清阳会再怼回来 结果他在听到你的话后 安静了许久许久 这个样子仿佛在说 确实被你猜中了 但我也没办法直说啊 基本一时间变得有些尴尬 你寻思自己身为男人 要不要主动点再聊点其他的 男人觉得你思考的时候 李清阳突然伸手 抖住了你的胳膊 女人脚短的身体 也随时贴了上来 你慌了彻底慌了 肢体碰撞带来的触感 令人心跳加速 李清阳竟然产生了一丝丝的暗爽 那你作为一个死傲娇 怎么可能表现出来 虽然表面风平浪静 仿佛没有一点感觉 但仔细看 你的耳垂早已红透了 你突然都弄我干啥 李清阳用极其洛洛的语气回答 对面有几个男的看我 他们的眼神让我好不舒服 所以我想告诉他们 我有老公了 说完李清阳冷静地看着你 这样的情况也不能让我揉你吗 你敢将对面仔细查看 对面没人啊 李清阳没想到你会如此直男 但又不想放手 过去了你没看见而已 那人都走了 你还不松开吗 再等会儿 我把他们又走回来 你没有再说话 因为现在这种情况 即便再直男也能明白 李清阳是故意揉着自己 你想了很久 最终还是开口询问 你之前这样揉过别人吗 李清阳被你这问题给问住了 你怎么突然这样问 心里冷不着在想 是不是自己太主动了 给了一种很轻浮的感觉 我从没有问过你感情上的事 毕竟两人只是假结婚 种子的问题也不好意思问 但又有点好奇 两人高中毕业后 就基本没有再联系 直到后来两人 都回到了原来的高中工作 二人才被安排相亲 有了交集 李清阳很诚实地告诉你 我没有谈过恋爱 是真的没有谈过 网恋或者现实恋爱 都没有谈过 你有些惊讶 毕竟像李清阳这样的大美女 肯定有优质男性去追她 李清阳解释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轴 说到这里 她总算松开了你的胳膊 我说的轴意思是 我这个人认准一个人 就很难再变心了 你大概明白了李清阳的意思 看着你以前有喜欢的人了 李清阳微微一笑 是的 你继续猜测 是不是对方不喜欢你 可你就是喜欢他 也不想再找别的对象 又被父母吹婚 所以叫找人行婚 堵住父母的嘴 我说的对吗 李清阳对你书记的大摸是 推理的非常对 不过你转念一下 那你这样执着 会很伤害自己吧 喜欢一个人得不到 真的很难受 不如撒脱一点 哪个快级做恋爱 一个不合适就下一个 多数一数就知道 适合谁了 可还没等你说完 李清阳就打断了你 不要 说变心就变心 这怎么能率爱呢 有句话说得很好 虽然别人可能不论同 既然无法爱上别人 那就继续执着 爱着的那个人吧 你想了一想 好像有点道理 但毕竟你也从没有谈过恋爱 实在不知道怎么聊下去了 结果李清阳却问你 那你的理想型是什么呢 你有些害羞 但还是回答 小时候喜欢八道黑丝大姐姐 李清阳有些郁闷 因为她不是这个类型的人 她的专业风格 都是知性优雅 虽然也是郁闷 但并不是性感 妩媚类型 李清阳她的口气 难怪主动半天都没反应 原来喜欢穿黑丝肺 男儿要说你没有 任何想法 那个年纸假的 从来没有被年轻漂亮的 女孩搂过 也没有摸过女孩肚子 假结婚 怎么会有如此 亲密的质体接触呢 之前说好不干涉对方生活 怎么再结婚几天就全变了 李清阳 你的理想型是什么 没想李清阳 竟然面不改色地回答 就你这样的 如此令人害羞心动的话语 怎么能如此平静地说出来 你的脸瞬间涨红 这算是一种表白吗 想说点什么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见你如此窘迫 李清阳给你一个台阶 我开玩笑的 看你紧张的 可即便如此 你的内心始终无法平静 这个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呢 果击 sneak 娅 feel 谢谢大家